这个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在那个 棉方厂的宣传队吧 这是你们那会儿在 对 棉方厂的照片吗 这是我们 这里边有枣子吗 有 崔萨克斯的那个就是 就左鼠一 二 三 您那萨克斯是拿皮维色管做的吗 这可不是 这里边的乐器 我基本上都会 因为是我那太喜欢乐器了 最后那个崔小号那是我 当时就一把萨克斯 然后我就吹 她是最后从车间抽调过来的 女孩子吹小号浓的呀 那个嘴 对 累 根本就吹不响 后来她说 她说咱俩换一下吧 其实我也想吹小号 你别说她 你想吹小号挑个萨克斯 醉翁之意不在酒 然后我知道她不会吹 她肯定会找我 让我教她 你看她 套路多深 嫂子当时就来给个树叶 就看这个 这个特别有年代感 这是结婚照吗 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也就是18岁 这是我们给人做广告 做广告 就是18岁吧 确定了一个恋爱关系了 她爸爸的一个朋友 开张馆的 在街上开了一个照片馆 刚开张 需要模特 给我们照了一组 然后把这些照片就挂到树窗里 然后带着我们俩开了个敞篷车 在这个县城的街上 做广告 穿着 就穿着这样吗 就穿着这样 在大街上转 当年好像我听说 嫂子家里小时候条件 是不是比大成哥还要好一点 对 我小时候八几年的时候 我们家就有彩电的时候 八几年就有彩电 八几年就有彩电 对 对 你当时大成哥追您的时候 就是您没问问家庭条件 我知道他是农村的 你没跟他说 我是看彩色电视长大的 对啊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爸爸 肯定不会同意我们俩在一块 因为他家是农村的 就是什么都没有 谈恋爱的时候的第一次生日 然后他自己去街上给我买东西 买来买去回来 我说你买什么了 他说 他本来想给你买礼物 但是我到书店 他说我真的就是这个书 他说人家就剩一本了 他说我得买 就买了那个 《三大南高音》是吧 那本书 然后本来是给我买礼物 他说兜里就几十块钱吗 然后自己买书了 自己给自己买书了 自己买了一本书 给你当作也是你的礼物 我让咱们俩一块看 人家又不唱歌 人家看《三大南高音》干嘛呀 这相当于我追我女朋友 我说我买副板 咱俩一块打 对不对 你这个这也不像话了 这个啊 但其实呢 看得出来这个嫂子小的时候 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但是跟大春哥在一起之后 就两个人有没有吃过苦 肯定没有呀 看到一个男人为了家 这么样的努力 虽然当时还并不富裕啊 但是他确实是全身心在为了这个家 对对 觉得是不是自己当初的选择 还是挺正确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正确的 谢谢 谢谢